这个男人薅了一把草 准备喂给眼前这个顶着个羊头 却拥有人类身躯的怪物 就在两年半之前 羊圈里的母羊产下了这个奇怪的生物 当时在街生的农场夫妇 看到这一幕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不过善良的两人还是决定将它带回家 抚养成自己的孩子 阿伟还特意做了一张婴儿床 夫妻俩的女儿因为一场意外早腰 他们认为这是上天为了弥补 所特意赐予的礼物 因为她长着人身羊头 所以夫妻俩给她取名为羊仔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羊妈妈总是会再跑到房间外 似乎能够感应到自己的孩子 不过小美每次看到都会将她赶走 这一天夫妻俩准备下地干活 所以特意让汤姆帮忙照看睡着了的羊仔 可当两人忙完回来时 找遍房子也没有开到羊仔的身影 这让他们十分着急 毕竟不想再失去这个天赐的孩子 于是连忙跑出去寻找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在一处悬崖边找到了羊仔 看到她平安无事 夫妻俩这才放下心来 小心翼翼地将羊仔抱在怀里 便开始往家的方向走去 但是在两人身后 母羊一直跟随着 好像想要要回自己的孩子 这引起了小美的愤怒 她回过头朝母羊怒吼 这母羊一脸无辜 毕竟这可是自己的娃 每天无论刮风下雨 她都会站在房外嘶吼 似乎是在控诉夫妻俩 抢走了她的孩子 久而久之 每当小美听到母羊的吼叫时 当晚睡觉必会做做噩梦 梦中羊群的眼睛闪烁着金光 死死地盯着她 醒来的小妹害怕再次失去孩子 便决定彻底解决这个忧患 这个是一个拥有羊头人身的怪物 但这对夫妻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将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 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 而作为男人弟弟的大壮 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她劝说自己的哥哥放弃这种关系 毕竟羊仔算不上真正的人类 不能代替他们死去的女儿 显而易见 夫妻俩都坚定地表示不会舍弃 而随着时光流逝 渐渐长大的羊仔 也意识到自己与父母的不同 她发现与狗狗一同嬉戏时 才是她最快乐的方式 某天 大壮在门口乘凉 看到来找她玩耍的羊仔 大壮便从地上薅起一把杂草 准备喂给羊仔 而且还要求羊仔必须趴在地上 他坚信这是对待羊仔的方式 然而 阿伟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走过来对着大壮就是一顿严厉的谩骂 并抱起羊仔离开了这里 这让大壮觉得哥哥已经失去了理智 于是 在夜深人静之际 她哄骗羊仔说带她出去玩 单纯的羊仔并没有什么疑虑 并没有发现大壮在出门时 还带了一把喷子 天真羊仔的被带到一片草地上 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而大壮缓缓将手中的喷子对准了羊仔 就在此时 小美从梦中醒来 惊觉羊仔不见了 她决定出门寻找 却意外地看到大壮抱着羊仔熟睡得如此安详 善良的大壮还是不忍心下手 毕竟这是自己哥哥他们一家的精神寄托 自此之后 大壮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对羊仔格外地呵护 不仅会讲故事哄羊仔睡觉 就连外出干活 她也会带上羊仔 似乎真的将她当成了自己的侄子 这个怪物长着羊头人身 悄无声息地来到农场 准备报复这里的人 怪物在暗处悄悄潜伏 等待着机会 然而她却被一只农场的狗发现 当即就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 而一旁的羊仔看到这一幕 惊慌失措地跑了回去 来到杂物间 她注视着镜子中的倒影 思绪万千 迷茫不知自己究竟是何种生物 于是 她决定去寻找自己的父亲 以靠在她的怀里沉思着刚才的问题 而此时来做客的大壮也准备回家了 小美看到床上的父子两谁的正乡 便没有叫醒他们 于是决定自己将大壮送往车站 而等阿维醒来后 准备带小狗一起去农场干活 但转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小狗的踪影 还以为她又跑到哪里探完全 便只好带着羊仔一起去干活 不过俩人在回来的时候 然而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却被一只怪物拦住 怪物没有丝毫废话 对着阿维的脖子就是一喷子 想要为被小美枪杀的妻子报仇 也想将自己的孩子羊仔带走 而羊仔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当即就靠在了阿维的怀里 怪物见状一把拉起羊仔准备离开 重担到地的阿维想要阻止 却无力反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羊仔被带走 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听到枪声的小美连忙打了过来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血泊中的阿维 她抱着丈夫早已失去气息的身体失声痛苦 如今的她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就连最爱的丈夫也离她远去 贪婪让她失去了一切 如果当时她没有杀死母羊 最后的结局是否会发生改变